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太阳能板覆盖 但单靠这1万7千块太阳能板 并不足以环游世界 例如行情需要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 在这两段越洋的路程 飞机都一定要不着地地连续飞行5至6天 不可能只靠日间飞行 所以飞机除了太阳能板 还装有理离子电池 日间吸收的太阳能 有部分可以为电池充电 到夜晚就可以维持飞行 但电池的重量超过600公斤 占全机总重量近四分之一 一定要在其他方面省下 例如太阳能板采用超薄型 厚度少于0.2毫米 加上全机以探纤骨架構成 成功为飞机减绑 飞机可以日以夜飞 但机师又怎样呢 駕駛仓的空间只有电话亭那么大 机师要在里面连续生活几日 起居饮食 但小异便都要在仓内解决 全部都要考虑周渡 加上旅程的温差 仓外气温可以由摄氏40度到零下40度 駕駛仓必须有格温设计 为兼顾机师的生理限制 人类第一架载人的太阳能飞机 是美国的博沙奇尔号 在1980年试飞 用了14分钟飞了近3公里